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乔乔手手工屋里要做的动物呢 你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乔乔手手工屋 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弹 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红果果 大家好 我是绿泡泡 今天的手工作品相信小朋友们都很喜欢 那就是恐龙 一起来看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会动的小恐龙 这恐龙好可爱 而且小朋友们对恐龙都很感兴趣 这个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生物 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好的 让我们一起来学这个手工作品 不过呢 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萧伊菲 今年七岁了 旁边这位是我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叫萧伊菲 今年我五岁了 欢迎你们 欢迎 那今天教我们做手工的呢 是我们的熊猫老师 大家好 我是熊猫老师 手工老师熊猫 来自安徽省澳城中心幼儿园 欢迎 好的 小朋友们在学做恐龙之前 不要忘了在我们的周围寻找一下材料吧 左手工找材料 我们一起找材料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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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找 找 找 材料 工找 找 去找找 我的材料找到了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 印卡纸 装脚钉 好 材料已经找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熊猫老师来教我们怎么做吧 首先 我们选择一张彩色卡纸 熊猫老师要做一只绿色的小恐龙 所以选绿色 你们选什么颜色 我选绿色 我选肥色 下面我们在卡纸上画出恐龙的头和脖子 然后我们画出恐龙的身体和尾巴 今天熊猫老师教小朋友做的是万龙 你们知道吗 其实在恐龙世界当中 有一种恐龙和万龙是非常像的 它的名字叫雷龙 又叫迷惑龙 它和万龙身体特征都非常地像 不过唯一一个最明显的区别 就是万龙的前腿是比后腿要长一些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那你们对恐龙又有哪些了解呢 恐龙住在很久以前 有的大有的小 我在树上见过会飞的恐龙 我知道八丸龙它是吃漏的 小朋友们真棒是个特别的样的恐龙 是啊 你们最喜欢哪种恐龙呢 快和我们一起来做吧 我们再画出恐龙的两条腿 画好之后是这样的 我们把它剪下来 剪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把恐龙的头和身体 用双脚钉固定在一起 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其他部分也固定好 好的 那这一步呢 我可以来帮助小朋友来完成 用双脚钉呢 把它连接在一起 既能起到连接的作用 我们知道双脚钉呢 又可以让这个作品呢 变得非常的灵活 当然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自己能完成是最好的 如果觉得有困难 也可以请 大人朋友来帮忙 没错 好 一起来做吧 固定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把小恐龙固定在塑料棒上 小朋友家里如果没有塑料棒 可以用小木棍代替 我们把恐龙的头和这条腿固定在一起 再把恐龙的尾巴和后面的腿固定在一起 固定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小恐龙就可以动起来了 下面我们来装饰一下小恐龙吧 我们可以在卡纸上剪出一些花纹 像老师这样 我们把剪下来的三角形 贴在恐龙的背部 我们再给小恐龙 装饰上眼睛和嘴巴 装饰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我的小恐龙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玩一下试试吧 我的已经做好了 你们的呢 我们的也做好了 一起来看一看 我这个是什么龙呢 大家猜一猜 猜一猜 恐龙 当然是恐龙 没有什么恐龙呢 最凶猛的 霸王龙 当然我这画得有点温柔了 对 你的这个霸王龙一点都不凶猛 而是非常的可爱 我知道小朋友都喜欢恐龙 看看你们认不认识 这个是什么龙 我看这个龙头上有三个角 所以它就是三角龙 所以三角龙因为头上有三个角 可不是因为它的脑袋是三角形的 来看看小朋友做的是什么龙 万龙 好可爱 绿色的万龙 还有粉色的万龙 动一下让我看看 很好 很灵活 很成功 好的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个恐龙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在卡纸上画出恐龙的头 身体 腿和尾巴并剪下来 第二步 将剪下来的部分用双脚钉固定 第三步 将恐龙固定在塑料棒上 最后装饰一下小恐龙 可爱的小恐龙就做好了 欢迎回来 本来录使进产品 给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奥姆牛奶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 场外的小朋友 给我们带来的手工作品吧 一起看 天到卡纸捧一捧 我没学会来 天亮花笔图一图 我没学会来 大家好 我叫刁木野 这是我做的会动的小马 大家好 我叫王一轩 这是我做的一个会动的小猫 大家好 我叫赵一轩 我也做了一只会动的恐龙 玩一下吧 神奇敲敲敲手 快乐咚咚咚 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玩创意 手工老师马圆圆 来自新中间幼儿园 中文字兰议 曾可以 节省 千尔匯 PT 从 可以 存独 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